佔中運動也在本地的香港移民社區繼續引起關注 有一個昨晚剛剛成立的多倫多加港協進會表示 要促進香港移民更進一步認識基本法 多倫多加港協進會在昨晚正式成立 共同主席梁萬邦表示 其實早於08年就開始醞釀酬組組 目的是要促進大多倫多的香港移民社區 對本地和加港兩地交流作出貢獻 當被問及成立的時間 剛剛就是香港佔中運動如火如荼 是否一個巧合他就這樣回應 不過今時今日大家有時間坐下來 而大家領略到香港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關心香港 有很多人不認識香港的人都關心香港 所以我們這班在香港來的人 為何不應該盡壓自己的能力 去再次認識香港 對於佔中運動協進會都有評論 抗命是否一定要得到目的才叫抗命呢 那個就叫革命,就不是抗命 抗命是大家知道 將這件事看得出來,希望去改 是否一定改了才就犯呢 如果改了才就犯,這不是抗命那麼簡單的 目前這個會總共有15位創會董事 認為民眾應該在認清基本法的條文規定之後 先進一步評論佔中運動 所以未來可能會在本地舉辦有關基本法 研討會等等活動 請進一步 請進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